这个婴儿自打娘胎中就被人用体验 人怀胎十年后 终于生下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而当死去三万年的老祖之道后 棺材板当场压不住 天地宫今日诞生了一位新生儿 毕出生竟然伴随着金龙蓄影环绕 更是出现了天地一响 一阵大道圣光直冲天际 圣体出万圣朝 家中祖老瞬间不淡定了 竟然是荒谷圣体 这可是在三千体制中排名前五的体制 传闻圣体大成亦可与大地争风 可惜的是禁谷天地法则巨变 每逢圣体出世毕降十道天道枷锁 这让穿越而来的男人简直惊掉下来 无敌废材流开局 突然一道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获得千道系统 天地宫是否立即进行千道 提示 新人首次千道可突发暴击 随即获得五星以上稀有奖励 这还用想吗 都已经是废材体制了 不千道难道等死吗 恭喜千道成功 获得八星稀有奖励 大成荒谷圣体一聚 这一刻几大祖老赫然发现身体突然动不了 刚刚出生的婴儿竟然散发出一阵阵金光 只见婴儿身上的天道枷锁缓缓浮现 突然咔嚓一声一道枷锁被崩开 在这一刻金光罐穿天地宫 大道枷锁破 圣体一向出 万圣皆朝败 老祖当场笑得何不拢嘴 直呼我家孙儿有大地之姿啊 婴儿想起了隔壁的王腾老哥 这话可不幸说呀 其他祖老顿时神清气爽 太古祖龙不是出来一位龙傲天 这下看胆打他脸 最终生母姜柔给儿子取名为逍遥 承仙荣一逍遥男 他只想儿子日后一生逍遥 与此同时祖地墓园中 一副三万年的棺材板竟然开始颤抖 下一刻守墓的弟子皆是大惊 大喊道 不好了 老祖的棺材板压不住了 而家中几位祖老正商议着 军家出了圣体 鲜狱中将会有不少势力会来暗喊 木秀鱼灵 封闭催之 逍遥立马竖起了大拇指 将还是老的辣 几位祖老经过商议 准备隐移逍遥身上的圣体波动 一人大喝黑面雷弓 黑沙天兵 四肢驱动 阳神不高 准备再度将圣体封印 结果一声暴跳如雷的声音响起 一群愚蠢的后生 几人法术被破爹式看了过去 竟然是他们死去的十八世祖 三人齐齐跪地攻赢十八世祖 他大骂道 我军家不弱于人 做事何须遮遮掩掩掩 难道连一个孩子都保护不了了吗 现在给放话出去 谁敢暗地里对孩子不利 老朽不介意 开启仙玉第二次不朽王战 几人皆是沉默 不朽之战 一旦开始必定战至天翻地壳 苍生叠血 君家祖老问您老是要出死关 不知孩子周全吗 十八世祖一个眼神淡淡说到这有何不可 接下来又是一句话让全部人震惊 授予这孩子零号序列 君家为仙玉顶级世家 其中有十个特殊的存在 拥有序列 意味着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 而其中有一个序列凌驾于十个特殊之上 那便是零号 号称下一位家主 君家上一任零号便是逍遥的父亲 白衣神王君无悔 突然逍遥眼前又是一道机械音响起 千道地点已刷新 请宿主前往太阅谷碑千道 南海一出世就是荒谷圣体 可惜的是禁谷天地法则巨变 每逢圣体出世必降十道天道枷锁 但这一世却不一样 千道枷锁被打破 圣体一向出 万圣皆朝败 此等体质若是成长起来 必可与大帝争锋 当听到这个消息 死去三滥年的老祖棺材板彻底压不住 十八世祖出现 兽与君逍遥零号序列 更是暴化 谁敢暗害君家神子 他便开启仙域不朽王战 一时间君家立神子消息被传遍大街小巷 此刻君战天正在为君逍遥解惑 下一秒刚讲完逍遥便直接进入顿物之境 君战天更加确定 他这孙儿有大帝之姿 下一刻他人就傻了 这小子不讲武德竟然连破两季 结果他还是格局没打开 他孙子的竟然是连破五季 片刻后君逍遥笑道 他好像已经突破到神藏境 君战天已经被幸福砸晕了 不愧是他家的麒麟儿 忽然年幼的君逍遥竟然提出 小区太月谷碑测试实力 此时太月谷碑前 一名角色女子正挥动实力在测试 一道震天经长拍出 威力之大恐怖如斯 做完一切女子毫无波澜 太月谷碑一道符纹 环绕十五万金之力 第十序列的追随者 蓝青雅却呵呵一笑 号称七巧玲珑心的君玲珑 距离上一次才增长了三万金之力 结果一个小孩突然出现 让两女吓了一跳 以他们的修为 竟然没能感应到对方的到来 君逍遥直接迁到太月谷碑成功 得到系统六星奖励 神像阵欲尽 蓝青雅大声呵斥到 小鬼你是何人 君逍遥有些不爽回头看了过去 天地公 君逍遥有意见 众弟子纷纷震惊 这就是那让十八世祖出关的孩子 君玲珑更是直接 按着蓝青雅一起下跪拜见神子 蓝青雅内心疯狂骂娘 这君玲珑绝对是故意的 一瞬间众人齐齐下跪行李 大喊道我等拜见神子 这样的结果君逍遥很失望 完全没办法打脸立威啊 不过竟然来到太月谷碑 哪有不测之力 他一击神像阵欲尽冲击太月谷碑 一击之下足足有一万金之力 有些君家弟子却说一个三岁的小孩 这实力却是不错 但好像和神子的身份有些不匹配啊 君逍遥却笑了 这就对了 他要的就是别人的志 下一刻地面竟然开始颤抖 众人皆惊 这股强大的气息是什么情况 胆敢质疑他 那他就拿出全力一击 化身一拳超人 这一拳足足有三年喝奶的实力 太月谷碑承受不住这股压力 竟然崩坏破碎 就在一群君家弟子目瞪口呆之际 君逍遥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下完大发倒杂了 这至宝石碑碎了 该如何收场 随着石碑破碎一道道音响起 再创万古极境 四天道奖励 君占天解释道 所谓的万古极境 就是无数纪元中 没有人在这个年纪肉身比你强 说罢便准备带着心肝孙儿离开 结果分家的君玲珑竟然赶出来阻止 君占天瞬间不爽问道何事 弟子君玲珑愿奉神子为主 成为神子的侍从 年幼的君逍遥问他为何想成为侍从 其他弟子皆是大惊 蹊跷玲珑 若不陨落 必定成圣 君占天解释道 他是分家的人 无论资源还是人脉都少得可怜 当君逍遥知道原因后 竟然果断答应了 不过他有要求 得给他端茶倒水 洗衣叠背 无聊的时候还要陪他玩 当然君玲珑要的资源他都会给 这下轮到君占天不乐意了 举高高不是爷爷台有的特权吗 君逍遥说君玲珑的凶肌恋得更好 这让君占天彻底实话 这玩意他还真比不了 君玲珑现在内心想着 他会不会明天因为左脚先入大门 被逐出君家 与此同时 蓝青雅正火急火燎地赶去一处山峰 但却被人拦住 告诉他第十序列的仗剑公子正在闭关 蓝青雅说神子君逍遥打破极境 君玲珑选择追随他 这必须告诉公子 而就在这时一道惊天剑意从山谷冲出 一块鹰气逼人的垫脚石横空出世 此人便是第一波韭菜苗仗剑公子 蓝牌一出生便是竖起了大拇指 拥有光顾圣体的他天生 就比别人多出五个妖子 心里天体是天道不容 每逢圣体出世必降十道天道家座 蓝牌硬生生走出一道无敌地路 那一日君道家座谁不错 圣体一向出 万圣皆朝拜 天地功受与零号序列 立为神子 当代十八世祖更是从水一关才重重 放化三千世界 敢害他孙子 他便开不朽之战 灭诸天道统 而就在当当君家一块 鹰气逼人的垫脚石横空出世 此人便是第一波韭菜苗 第十序列的杖剑公子 蓝牵雅看到小鲜肉一脸委屈 杖剑公子问到 是谁敢惹他的美人不高兴 蓝牵雅把君玲龙 做人随从的事情说了出来 结果就是一阵巨大的冲击声响起 杖剑公子一脸阴沉说道 你该不会打着我的名号 去找君逍遥麻烦吧 此刻被砸在墙里 抠都抠不出的蓝牵雅一脸猛逼 他不明白为何刚刚还一脸笑意的 杖剑公子会堵打他 杖剑公子内心却也一团糟 竟然会惹到君逍遥 这件事情若是处理不好 他可能会调出地势序列 与此同时 房间内的君战天一脸阴沉 看着跪地的君逍遥问道 你小子是不是有了小姐姐就不要爷爷 还有刚刚在太阅谷碑用的是什么招式 君逍遥解释到那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叫神像镇玉镜 炼至大城可化身太古神像 打开地狱之门召唤 妖魔为自己而战 知道孙子天生圣体有其余也是正常 君战天开口到等逍遥十岁时 将举办一次生日宴会 届时荒谷世家 无上道统 仙玉诸多势力全部都会来参加 而那一天也是你装逼的任务 君家将向全仙玉公布你零号序列的身份 十岁那一天属于你的时代将彻底开始 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恭喜宿主 以触发新的签到地点 请在十岁宴上签到 君逍遥看着这任务 签到时间也太久了 十岁宴他现在才三岁 这是一道身影出现 君灵龙禀报道 天地宫外君杖剑求见 逍遥问这又是何人 神子此人乃是您的族兄 而之前呵斥您的女人蓝青雅 便是她的追随者 君逍遥眼神瞬间变了 对方这是来者不善吗 两人出现时 一道声音响起 挥下追随者目中无人 冲撞了逍遥足弟 今日特地带他过来赴京请罪 地旁的蓝青雅已经在无半点秀起 被君杖剑堵打后又被捆绑过来 这哪里是来赴罪 分明就是来立威的 随后逍遥将足兄请到客厅 君杖剑看到端茶倒水 竟然真是君灵龙 这让他无比嫉妒 君杖剑说人他带来了 接下来便由足弟处置 逍遥却说 他有仇都是当场报 足兄没必要打着赴罪的名义 来满足自己奇怪的癖好 君杖剑脸色沉了下来 竟然足弟对他的赴罪不满意 那这有点滋涩的废物就不必留了 下一刻一柄飞剑直射蓝青雅的脑袋 君灵龙的插手让君杖剑怒意更上 突然逍遥站了起来 说道足兄好大的火气 在天地宫动手 这是来挑衅我吗 这句话让君杖剑瞬间惊出了冷汗 连忙陪笑道误会 我等其敢冒犯神子 逍遥可不惯着他 学起了乌鸦哥掀桌子 赶来他的地方装逼 那就要做好装逼失败的准备 君逍遥直接一脚飞踢 君杖剑难以置信 这是三岁小孩能有的实力 看着被一脚击退的足兄 逍遥笑道 我没骗你把有人得罪我 我都是当场打回去的 从来不留格夜宠 今天竟然来了 不凡切磋交流一下兄弟感情 君杖剑怒急 被一个三岁没长毛的小孩子挑戏 他拿出一个原天至尊令 若是君逍遥可以胜他 这东西便是他的 若是输了那就请神子卫刚刚鲁莽道歉 君灵龙让他接下 别客气打他一顿 耗他令牌 这可是和至尊密藏有关的东西 逍遥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搓着手心直呼足兄大气 这让君杖剑顿时感到一阵恶寒 拎着宝剑就砍了上去 结果十几招下来 他堂堂地势序裂的困难 竟然会打不赢一个三岁的孩子 但是看着对面这恶心的东西 他就是一阵反卫 逍遥让足兄用力一点 他很喜欢 君杖剑再次被恶心到 真是很想砍了他 下一刻他认真了 被十八世祖看中的人肯定不简单 他周身一道仔细环绕 用出了君家的紫皇剑诀 伴随着紫棋东来的续日九剑霸气而出 瞬间封死了对手所有路线 很显然是打算下死手了 结果一击下去什么都砍不砍不到 反而一道人影瞬息来到他的面前 一脚踢出堪比核爆现场 君杖剑感觉他好像看到一颗牙在天上飞着 直到昏迷他的不知道 对方为何能简单一脚踢出核爆 做完一切逍遥说元天至尊令 他就收下了 系统声音再度响起 检测到关键道具 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 请在元天至尊密藏千道 很快七年转眼过去 今天君家神岛异常的热闹 天地宫中一道道祝贺声响起 道集天宗 奉上神子贺礼 道书九卷 大眼圣地贺礼 巨神玉髓一瓶 绝品神缘一百倍 大商王朝公主 送上至宝 山河图一副 而十岁的逍遥已经偷跑出来 后面追击的正是被派来抓他回去的君灵龙 街道上突然的吵闹声让逍遥停住了脚步 女孩说男人弄伤了他的哥哥 现在哥哥骨折了不能演出了 他不要赔偿 只需要把男人同样打骨折 逍遥一看 竟然有人胆肥地赶来他君家地盘闹事 随即掏出一个果盒 对着女孩就是一顿射击 女孩瞬间大喝谁在偷袭 逍遥已经戴上鬼脸面具装起神秘 女孩瞬间怒了对方太能装了 一瞬间一拳递出 已然来到逍遥面前 速度挺快 惊艳老道的逍遥低头避开 当当那力道女孩并没有伤人的想法 只是想出口气而已 一想到这 她便开始恶心小女孩 这姑娘没亲目秀先引到小树林里 再让她知道社会险恶 站在高处的君玲龙却一阵无语 这女孩好像是青州江家之人 很可能就是江家千金 她思索着到底是任务重要还是看戏重要 经过三秒思考 决定还是先看戏当一名吃瓜群众 荒谷圣体今天隐瞒了十岁宴 先于诸天万界七七前来喝了 十岁这一天属于君逍遥的装逼时代彻底开始 此刻君逍遥将江家千金诱骗到小树林里 这刻把江洛里累得不轻 势必要独打一顿面巨人 这是一道烟花从高空站了 君逍遥按道遭到她的十岁宴开始 随即只能向小姑娘说一声抱歉了 她不玩了 说吧丝毫不拖泥带水一击必杀 入夜天地宫 青州江家前来祝贺 奉上上古圣兵一剑 不死要三注 圣丹一百枚 神缘一千块 一群人直呼大手笔 不过这也难怪 毕竟两家世代联姻 这时一道白衣美人走了 正是江家身怀先天到胎的神里江胜一 而一旁的小姑娘便是江家的千金 拥有圆灵道体的江洛里 有人讨论着小女娃看起来好像并不高兴 因为此刻的江洛里一直嘟着嘴 江胜一教训道 看你还敢乱跑步 这次被人教育了吧 江洛里大怒说下次一定要削了那个面具呢 江胜一问她确定 真的能削得过人家 若不是对方毫无恶意 你现在尸骨都被人拿去喂猪了 这时又是两道人鹰走了过来 打着招呼到江姑娘好久不见 江洛里毫无印象 问道你是哪位 这让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 蓝还说上次在落月秘境 洛里姑娘忘了 重新自我介绍 荒谷叶家 叶星云 结果说了一句你好 直接走人 江胜一告诉她没必要 多条舔狗多条路 江洛里无奈只能说她天生脸 大众脸她根本记不住 一旁的老者问道 小少爷您没事吧 叶星云说她要的 就是这样被人冷落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棒 此刻大殿中军战天走了出来 对着诸天万界众人道 感谢诸位千里迢迢来参加 我孙儿的十岁宴 这一次年轻一辈的天才来了不少 排名第十序列的军杖剑 排名第七序列军雪皇 排名第五序列军万节 还有荒谷叶家叶星云 青州江家 江胜一 江洛里 一群人问道不知军家神子何时出现 军战天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他也不知道 这臭小子死哪去了 正当他还想着如何拖延时间的时候 天地宫的屋顶竟然被人砸破了 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 说道 老爷子几条毛啊 猪脚一般都是最后出场的 从屋顶摔落的军逍遥 此刻用一个骚起姿势躺 开口道再上军逍遥 感谢诸位送来的几颗歪瓜裂枣 十岁这一天 属于军逍遥的装逼时代彻底开始 他以一个极其羞辱的姿势登场 开口感谢诸天万界 送来的几颗歪瓜裂枣 结果军战天告诉他装逼要有路 太过了就变成作死了 而且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死哪去了 军逍遥知道这老头子是真生气了 回去得好好哄哄 而一旁的姜洛璃 看着军逍遥眼神有些不善 下一刻一对立 这个混蛋一定是那面巨人没跑 对着军逍遥怒指原来是你 军逍遥也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会出现 必须想办法糊弄过去 正所谓美人难过英雄观 军逍遥打算色诱一波 这样一番骚操坐下来 让江洛璃一阵无语 军逍遥同样也是尴尬的 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下一秒江洛璃瞬间变脸说道 也对你拥有这么可爱的脸蛋 绝对不可能是那熊孩子 刚刚是自己唐突了 还请小帅哥切莫怪罪 军逍遥猜测莫非对方也是一名钓鱼高手 江胜一知道是军逍遥想多了 这丫头从小就是花痴 只要看到可爱的东西 口水皆都接不住 军战天敏锐地发现情况不太对 绝对有奸情 随即就是一巴掌道 你小子可以啊 小小年纪不学好 竟然学你爸随处播种 这位是江家的千金 江洛璃姑娘 也就是这次要帮你宣布的未婚妻 这话让江洛璃老脸一火 不过比她更震惊的却是夜星云 原来自己真的是小丑 军逍遥也只能尴尬陪笑 她都是零号序列神子了 还是逃不过家族的包办婚礼 不过只要把下午戏弄小姑娘的事情 让她知道 她相信对方一定不会同意 结果对方比她还快一步 掏出一颗金灿灿的丹药 直接给她 江洛璃解释到 这是布朗泉水炼制的驴蛋 让军逍遥答应自己 一定要保持住 这张可爱的脸庞长大 军逍遥无语了 这丫头绝对有大病 她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婚约搅黄 突然她在人群中见到救星 正是躲在角落吃瓜的军玲珑 军逍遥缓缓抬起手指 指了指军玲珑 意思就是让她赶紧跳出来 随即又比划出一个奶星 意思是让军玲珑 军玲珑说他们已经私定终身了 事成之后条件可以随她开 问她欧不欧开 这样的大手笔 让军玲珑都震惊了 这一毛不拔的铁攻击 竟然肯吃亏 不过军玲珑却当场拒绝 说她不同意 给军逍遥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意思是她不想迎面早逝 军逍遥给她一个眼神 告诉军玲珑 现在可是她的追随者 她现在是领导 都得听她的 军玲珑告诉她对不起 若是想要对自己用墙 那她现在就写字之信 军逍遥看着这柴米油盐 不尽的死丫头 恪目的一看就是凡骨仔 军玲珑露出了一个 吃瓜看戏的笑容 说自己只是想看戏而已 与此同时一群人 纷纷祝贺开口道 两位真是财狼配虎猫 天作之和呀 军逍遥无奈只能陪笑 内心想着给一个十岁的孩子 定亲这河里吗 这时突然一人怒拍桌子 站了起来 天地宫一道声音响彻四方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开口的正是叶家叶星云 当军逍遥听到这声音 宛如见到救命稻草 瞬间哭了 果然还是男人懂得男人的苦 猴天万界唯有修仙大姓 荒谷叶家了 此刻叶星云怒拍桌子 故何他绝对不同意这门婚事 声音环绕在天地宫久久不散 地旁的符簸让小少爷冷静 不可胡乱找茬 军战天不怒返校 他军家的事情几十轮得到叶家来插手了 正当军战天准备教育这一老一小做人士 军逍遥走了出来 让爷爷等一下 他走到叶星云身前拱手 问道兄台何方人士尊姓大名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荒谷叶家叶星云 军逍遥笑了 开口到叶公子可知道 自古以来抢亲之人 犹如杀人父母 若是今天你想要在太岁头上动动 就得拿出足够的实力证明才行哦 叶星云问道 军神子若非是想与叶某人过上几招不成 军逍遥点了点头 这为何不可 一群看热闹的人瞬间沸腾了 这军家神子和叶家神体要切磋 这绝对是场好戏 两人皆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突然一道声音在军雪皇身边响起 听说你此次特意提前出关 参加家族宴会便是为了逍遥足地 军雪皇看着军杖剑道 确实他想看看三岁时 就能打败地势序列的足地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话让军杖剑瞬间变脸 那简直就是一身的耻辱 不过更让他好奇的是 这个男人竟然也来了 这可是排名第五序列军万节 以他生人物尽的性格 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才能让他来此 片刻后天地宫庭院外 看热闹的人已经密密麻麻 叶家福伯让两位小公子 秦巫必点到为止 切莫伤了何其 叶星云瞬间开启灵器 一出手便叶家绝技 下一刻直接化身流氓 一指灵器汇聚 叶家乱心指锋芒毕露 这不讲武德的老六 让军逍遥一乱 一群吃瓜观众纷纷开口 这叶家的星辰王体果然霸气无双 不知道面对这等神体 军家神子要怎么应对 军逍遥看着对方来势汹汹 一巴掌直接拍掉对方的乱心指 丝毫不拖泥带水 叶星云随即左手再出一指 这可把军逍遥下出了小计较 一个侧身堪堪躲避过去 然后再度小跑几步 刚好躲过叶星云的一击补报 两人第一回合试探也彻底结束 叶星云有些难以置信 刚刚几击乱心指竟然全部被躲掉了 这让他看着军逍遥有些捉摸不透 对方究竟是扮猪吃虎 还是堪堪运气 军逍遥对着自己漏洞百出的演技 却相当满意 他相信外人一定认为 自己刚刚抵挡得很吃力 此刻的叶星云 却看向了一旁的江洛里 他发现女神一直与军逍遥在对视 这样的调情他如何不弄 他一定不能在女神面前丢脸 下一刻叶家星辰王体直接开启 一道符文阵法显现而出 此刻的叶星云周围灵气暴涨 认真的他已经开启了星辰真身 看着这逼格满满的灵气场面 军逍遥发现情况好像有些不太妙 叶星云不再留守一道 吞星黑洞掌路拍而出 他倒要看看所谓的军家神子 有几分实力 看着这攻击性满满的一击 军逍遥都快哭出声来 他只是想玩玩而已啊 没想到这次竟然玩拖了 荒狗圣体虽不是万狗最强体质 但在人族无大地的离带 大成圣体孤深入禁区 暗黑动乱时代大战诡异 卸洒苍穹三万 不会有人赌祖地死战不退 而今日禁区古族来人 嘲笑当代圣体若如骨 就在刚刚叶星云未报夺气之朝 用出了叶家绝迹中心黑洞 深陷神迹中 军逍遥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拉扯力 一步步吸收着他 他知道不能坐以待理 这样搞下去真会被这风暴撕成碎片 下一刻在黑洞风暴中 一道亮光闪烁亮起 金色灵力悍然而出 军逍遥终于出手了神像镇玉镜 此刻下面的叶星云猛地催动全身灵力 江家神女江圣衣惊呼出声 金色灵气荒谷圣体特有的标志 一群人纷纷露出惊讶之色 真是荒谷圣体 难不成十年前引发的天地一向万圣朝拜 真的是圣体不成 传闻不是说天地法则巨变 荒谷圣体已成鸡肋了吗 突然有人解释道 很可能是军家给圣体消耗了海量的资源 助他打破几道天道枷锁了 可即便如此 面对叶家星辰王体 荒谷圣体的路已经断了 不可能走得长 果不其然下一刻军逍遥整个人被击飞 神像镇玉镜被打散 叶星云一道吞星黑洞掌倾斜而出 这让军逍遥直接遭受了凶猛的异击 不过下一刻叶星云就猛逼了 连军战天都被吓了一条 此刻他一脸问号 三秒后一道身影从空中掉落 正是被击中的军逍遥 一时间全场安静无比 全部鸦雀无声 这把军灵龙看得也是一连窜的问号 下一刻军逍遥又是一口西瓜之吐了出来 叶家的福伯激动大喝道 少爷 怎可如此 军家小少爷才十岁 你怎么能下如此重的手 叶星云立马解释 他真的没有啊 就在刚刚当两人的秘迹准备对风时 军逍遥却对他露出了一个笑容 一时间叶星云也不知道对方是何意 但下一秒他却看到军逍遥竟然收敌了 更是主动来承受他的吞心黑洞掌 他这才知道这军家神子绝对是故意 突然军逍遥拉着福伯开口 让他切莫责怪叶公子 毕竟刚刚笔事切磋是他提出来的 而且刀剑无言 叶公子修为超群 是自己败了 而且众所周知 天地法则巨变 近代荒谷圣体已成鸡肋 一生大成无望 逍遥自至愚钝 自至配不上江小姐 今日婚约还是解除就此作罢了 此话一出军战天人裂开了 却小崽子在这等着他了 江洛丽也是满脑黑鞋 这不是使乱中气想抛弃他 下一刻他直接白送 说逍遥哥哥放心 就算你是荒谷废体 洛丽也定会对你不离不弃 这样的虎狼之词 直接把军逍遥吓出了卧槽 看着两人打闹军万劫酒杯都捏碎了 他开口道不愧是军家的嫡妻 竟然肆意妄为随意玩弄他人 军杖剑也是附和道 人家生下来就有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要努力多久才能得到 这时天空之中一道呵斥声响起 什么玩意 这就是所谓的荒谷圣体 这让一群人齐齐看起 包括军逍遥也是如此 这群人正是禁区之地来人 几人嘲笑道 人族无大地 圣体如狗屁啊 就这种垃圾也打号称荒谷圣体 军逍遥看向了几人 对方来者不善 而且是冲他来的 军战天看着几人是荒谷禁区太古龙族 而带着几人前来的正是之前 判出军家的蓝青雅 太古龙族看见荒谷圣体如此垃圾 以为是蓝青雅骗了他们 直接一脚将人从高台踢了下去 他可是听说了荒谷圣体打破家子 才特意跑来干架的 而现在眼前这玩意是什么东西 军逍遥瞬间眼神变了 知道装逼的时候到了 五号军最强体质的荒谷圣体 今天遇到禁区太古龙族龙之子 结果军家神子被龙子嘲笑 当代圣体若如骨 一瞬间军逍遥圣体外放威压漫天 太古龙族会去军家闹事 事情起因要从数月前祖龙朝说起 那一日太古龙族龙子融合龙园成功 诸多太古一族前来恭贺 融合龙园难如登天 但这一代龙子实力逆天 换作普通龙族子 四恐怕已经承受不住那狂暴的能量 直接暴体 祖龙龙子 龙浩天却笑到他还差得远 自己的大哥已经在这条路走很远 早已融合炼化成功三颗龙园 不过以他的天赋 赶超大哥只是时间问题 众人纷纷举杯欢呼 公主龙子早日登顶 这是一群奇奇怪怪的种族乱鱼 有人问道大哥你知道龙园是啥不 鸡哥为众人耐心解释 此物乃是龙族至尊与落后的精血所化 其中蕴含着各种天道感悟 大道法则 天赋神通和符文烙印 随意出土一颗 都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独角兽 说这东西这么厉害 那咱若是得到能用的 鸡哥说道当然 前提是你想用完自暴而死 那龙园一滴就可以让你暴体识次 这时角落里一道声音淡淡响起 融合一滴龙园便沾沾自醒 真是井底之蛙 殊不知 隔壁军家的荒谷圣体 引得万圣朝拜的天地一响 此话被一旁的龙浩天小弟听了 大喊到谁在说话 竟然敢侮辱龙子 下一刻说话之人直接被他揪出 一鸣太古一种瞬间来的兴趣 他倒是要看看谁这么大的口气 一个低贱的人族竟然敢来祖龙朝大放厥词 牛头看着女人提议 不如直接拿去煲汤给兄弟们补补身子 龙浩天却让女孩接着说 刚刚说什么军家荒谷圣体 蓝青雅暗道果然 这祖龙一族和军家有大仇没错 他继续开口道 龙子难道不知军家神子出世 便是三千体制第五的荒谷圣体 而今更是广发邀请函让诸天万界 去参加他的十岁宴 一群太古一种听到荒谷圣体 差点笑掉大牙 荒谷圣体鸡肋类一般的体质 龙浩天让众人安静 询问道 一个废体如何得到军家的重视培养 蓝青雅说自古荒谷圣体是废体没错 但这一代圣体走出了自己的路 他硬生生地崩断了天道枷锁的树路 从而龙浩天几人才会走出祖龙潮 结果来到军家看到打破天道枷锁的圣体 就是这样的若鸡 这让他如何不怒 一脚将蓝青雅从阁楼上给踢下去 蓝青雅万万想不到 这该死的小龙人竟然喜怒无常 就在他因为摔下去一定重伤时 军家的军灵龙出手将其接住 此刻被人打上门来 军逍遥一脸不说 开口道 这位小龙你传我军家福祖 殴打我军家子弟 是谁给你脸了 结果龙浩天扑斥一笑 说什么军家弟子 你自己看看他承不承认 那可是我家的女龙 我想怎么羞辱殴打是我的事 这话让蓝青雅气得紧摇嘴唇 下一刻他还是微笑开口 说没错 自己就是龙子的女龙 这样的转变让军灵龙大惊 同样震惊的还有军杖剑 这个混杖剑人 竟然敢背叛他去勾引祖龙朝的人 这是若是军家祖老追究起来 他这个地时序列的身份一定保不住 此刻军逍遥缓缓开口道女龙 真是想不到 好好的军家大小见不当 竟然有着这种癖好喜欢当女龙 不过军逍遥说他都懂 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当龙骑士呢 这无厘头的虎狼之词 让军灵龙两人瞬间猛逼 场面一度尴尬 当年自己老爹 将什么龙族至尊给首丝抽金后 更是成为了死 君逍遥问小龙人 若是报仇就直接来 没必要欺负女孩来了新军家 这样做只会让祖龙更掉价 此等骚话让未经人世的龙浩天 倾金暴政 君逍遥却变本加厉 说你看看一说就生气 典型的废物才有的脾气 此话让龙浩天的两大护卫瞬间暴露 瞬息便冲杀到君逍遥身前 这一刻君逍遥眼神冷立了几分 砰的一声响起 男子被一拳给击飞回去 女子也被一道寒冰武器给震伤吐血 两人齐齐回到了刚刚出发的位置 只是回来的方式有些不对劲 出手的正是军家的两大序列 排名第十的军杖剑 排名第七序列军雪皇 军逍遥谋光流转 一道圣体威压出现 轻贺道 荒谷军家启士尔等装逼嚣张之地 竟然来了就都别走了 那个瘋的男人终于出手 末法时代打破天道家族的荒谷圣体 当龙子被军逍遥嘲笑 龙族左右护法瞬间爆谋 呵斥军逍遥放肆 祖龙无人可辱 结果在两人行动的一瞬间 军杖剑也出手了 蓝青雅将龙族招惹来 他若是不来处理这攻关危机 第十序列的身份绝对保护到明天的日出 一出手便是军家绝血 蓄日久见 万剑归一 同一时间军雪皇寒冰降临 一道灵际冰天雪莲挥出 另外一名龙族护法同样遭到重创 两人齐齐被击回龙子脚下 君雪皇冰冷开口 君家岂是什么家庭走兽都能来挑衅的 一时间观看众人皆是大惊 第十序列和第七序列出手了 太古龙族的随从竟然挡不住两人的一击 此等实力竟然进不了君家的前五序列 真不知道君家前三的实力会是什么样的妖女 这就是荒谷世家的底蕴所在吗 此刻被寒冰击飞的太古女子已无再战之力 同样被一剑秒杀的男子也是昏迷不醒 两名手下被秒 这让龙浩天怎能不怒 他瞬间龙灵覆盖手臂 让君家的众人别嚣张过头 看着对方身体出现一脸 君杖剑瞬间一乱 下一刻对方以极致的速度一击冲杀而来 用剑抵挡君杖剑大惊 好强大的气血 这就是龙族的杰龙手了 突然龙浩天眼神一变 一击便将君杖剑抵挡的宝剑给轰碎 强大的冲击力更是将人直接震飞 看到君杖剑不敌 君雪皇出手了 一道寒冰追击而去 让祖龙朝龙子修得猖狂 有着君雪皇的帮助 这才让君杖剑有喘息之地 但这也彻底惹怒了龙浩天 他转身瞬间便来到君雪皇面前 反正杀谁都是杀 男女都一样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人出现了 龙浩天一击结龙手猛的挥击而下 君逍遥闪现出现应接了这一击 这让龙浩天也是一愣 龙结手可不是那么好接的 此刻的君逍遥单手将对方捏住 君雪皇看到就他之人正是神子 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十岁少年 君逍遥默默看着龙浩天一眼 随即手中的力道便加大了几分 咔嚓一声 龙浩天感受到一股钻心的疼痛 下一刻又是一道滑空声响起 君逍遥结结实实给了祖龙之子一个大逼动 龙浩天被一巴掌抽退了十几米 嘴角一丝鲜血流淌了出来 但他却笑了 难难道就是这个 这就是真正打破天道家属的荒谷圣体了 君逍遥开口让族兄和族姐先退后 两人听后一惊 难道是想打单挑赛 君站天让两人下来 给年轻人腾出个地方好好打一架 今日本就是这小子的十岁宴 让他装一波逼又何妨 这小子不逼他一把 你都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实力 此刻比武场上 人族荒谷圣体毅力 太古禁区龙族之子将与之一战 煞内间两人皆化成一道流光 互碰一击 一声惊天爆炸响起 十岁的君逍遥笑了 终于等到合格的对手 龙浩天也是一脸兴奋 这才是他想要的战斗 两人动作瞬息万变 在空中已经大战了数十招 这把一旁的夜星云给看傻了 这速度他完全跟不上 管家福伯让他好好看用心血 这个时代的顶端争斗 从来就不是所谓的天雕 而是这样的怪物 而恰好今天这里就有两个 用心观看他们的这一战 三千年不出世的荒谷圣体 实践灭天威 这一剑可斩太古祖龙 此刻太古禁地龙浩天 挥出神迹龙拳 光谷圣体君逍遥双手结印 神迹人王印拍出 两道极致的光芒瞬间 照亮了君家夜空 一股强横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 而场外一群人全部相安无事 一道防御屏障将两人隔开 正是君家之主出手了 君战天按道这两个臭小子 人才斗钉点 气力还挺大 此刻战场中两人互碰一击 依旧平分秋色 君逍遥问道 你好像很兴奋了 你不是来报仇的吗 龙浩天却笑了 上一辈的事情他才不管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打破天道家宿的圣体 能打一家 试问谁能不兴奋呢 说罢他整个人气息暴涨 丹田之中更是出现一股狂暴气息 他疯狂大笑 人足圣体 不知这招你可能接着主 只见他抬手指天 一道苍龙咆哮 龙威出世 真龙困天树出 苍龙虚影现 君逍遥看着对方这神通 压迫力强横到了极致 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对手 若是不用权力 今天这一战可能够呛 随即他立马开始双手结印 既然对方想知道 打破天道的圣体多可怕 那不然就满足一下他 当君战天看到君逍遥的姿势后 也是一乱 只见君逍遥口中喃喃道 驯呼玄 魂形无穷 正向天 阴阳 以阳城一统 万物滋行 太玄精 君家秘传的至尊功法 以太玄御器 凝结为刃化作神兵 煞奈间一道道建议化形 金色剑意覆盖整个战场 一群吃瓜群众大惊 是君家兵法诀 传闻此诀大成后 灵气可凝聚成万千神兵 斩天灭地 下一刻只听见君逍遥大喝一声 斩 龙浩天不退反进 他等这一刻很久了 现在终于可以试试荒谷圣体的橙色 下一秒苍龙凝制 万箭齐发 一道道金色剑意 以极致的速度将苍龙定在口中 随即一道苍龙声嘶吼 咔嚓一声在空中解体崩坏 龙浩天一脸震惊 全力一击竟然被秒杀 他不由得一滴冷汗滑落 这就是所谓的打破天道的圣体吗 此刻君逍遥却还没完 君家兵法诀 斩龙鞋带万劫而发 一鼓鼓剑意将龙浩天请客吞噬 待剑意消散 龙浩天在这一击下已经伤痕累累 更是无力双脚跪地 他反问自己 终有一日 也能到达此等境界吗 看着破败不堪的战场 君逍遥对着屏障外地出一个拳头 君占天静静看着这爱装逼的小子 下一刻露出了一个八百斤的笑容 突然情况突变 一道人引爆起 正是刚刚在自我检讨的龙浩天 此刻已然携带星红血眼递出致命一招 这让毫无防备的君逍遥猛然回头 下一刻一道斜爪扫射 扑斥一声 血剑当场